第31題 下列何者所含的養原子數目最多 要算數目就是要算個數或者是莫爾數 因為選項B跟選項珠都給質量 質量換成莫爾比較方便 所以這一題我們都換成莫爾數 選項A有3乘以10的23次方個水 那我們知道我們要把個數換成莫爾 必須要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 所以A選項有3乘以10的23次方個水 除以6乘以10的23次方就是六分之三 就是二分之一 這二分之一莫爾是指二分之一莫爾的水分子 那我們看到H2O 一個水分子當中有一個氧 所以二分之一莫爾的水分子 每一個裡面有一個氧 所以就是二分之一莫爾的氧原子 選項B給的是質量 我們知道質量換成莫爾必須要除以原子量或者是分子量 所以呢我們的有12克除以我們的O3 一個氧是16有三個氧所以是48 所以它的分子量是48 所以有四分之一莫爾 這四分之一莫爾是指四分之莫爾的臭氧分子 每個臭氧分子有三個氧原子 所以四分之莫爾臭氧要乘以3 有四分之三莫爾的氧原子 那麼選項C呢就是0.3莫爾 那就0.3就不用再換了 而是O2 O2表示一個O2裡面有兩個氧原子 所以0.3要乘以2表示有0.6莫爾的氧原子 選項株 44公克 那講過 質量要除以原子量或分子量 碳的原子量是12 氧的原子量16有兩個氧 所以加起來會變成44 所以有44公克除以分子量44就是有1莫爾 這是1莫爾的CO2 但是一個CO2裡面有兩個氧原子 所以要乘以2所以是有2莫爾 所以呢我們的選項A有1 2莫爾的氧原子 選項B有3 3莫爾的氧原子 選項C有0.0莫爾的氧原子 6莫爾的氧原子 遠向豬有2莫爾的氧原子 所以誰最多 豬最多 所以第31題問我們說 下列何則所含的氧原子數目最多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豬 44公克的CO2 這裡面還有2莫爾的氧原子 隨便